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 台湾的海洋向前行 我是郑修科技大学的方立行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 台湾鱼拓大师 严尚文 严博士 刚才有提到说 严老师他已经从艺术走到了生活 甚至走到了一些台湾的 忠实的鱼类的记录 可是另外一个部分 他其实也花了很多的功夫 就是他进入了一个社会公益 可是比较我们少接触的层面 我们请严老师自己来跟我们讲 他这一段跟与众不同的旅程 好的 我大概今年是迈入第五年 每个星期我都到基隆监狱 去帮更生人 指导有关于于他意识的培训 那透过法务部矫正署他们在推广的就是一个城市 一个文化的代表 所以在基隆监狱里面 目前是以渔文化来作为他的文化代表 那到目前为止 我总共教授的更生人有46位 那我们即将在今年新的课程也要再召开 那我所指导的更生人的对象 大部分都是焉毒犯跟酒驾犯 这些更生人我们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出来 他是比较没有自信的 也许是因为失去自由的关系 所以心里也有很多的杂念 那可是经过我们这样一个课程学习 我们也不断的在里面加入一些辅导教化的功能 除了他人的艺术的推广教学以外 在曾经有几次 那个学生就告诉我说 老师我一个礼拜就等着要上你的这一堂课 因为我们的课程是每个礼拜二的一整天 所以他们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来参与这样一个研习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也在很多次的结业的时候 然后赠送给我他个人书写的卡片 然后里面表达对我的感谢 那也曾经赠送给我 他帮我画了一个铅笔素描 那这些举动跟做法都引起 预方的教化科的重视 包括他们的受刑人的一个家属 他们也可以开放让他们来参加 来观摩我们上课的这个过程 那他们到目前为止都很肯定这样一个行为 那所以我的学生透过这样的一个上课 我发现对他们一个最大的改变是 让他们重新得到自信 然后对未来产生希望 然后更肯定他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 那他是可以被改变的人 那我们也衷心的期待他们未来重新进入社会以后 不管他有没有真的在从事这方面的领域的一个创作 但是他永远要记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学习 给他带来的一些观念的改变 当他谈到这么伟大的理想的时候 我当然是要回到现实的生活了 所以我下面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这个连博士 第一个就是您踏过最大的鱼和最小的鱼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第二个就是您每次踏鱼都是死鱼嘛 对不对 活鱼可不可以踏 踏鱼的精神就是把死鱼变活的 所以我们不能杀鸡取暖 所以我们把活鱼拿来做踏鱼 那刚才我们把整个技法的介绍过程当中我们了解 你要踏鱼之前是必须把鱼身上的粘衣洗干净了 你的颜料才可以顺利的着附在你踏鱼体的表面 那也因为这样的鱼就失去了保护它的一个基本能力 所以这个鱼绝对活不了 所以我们要奉劝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 也必须谨守这样一个精神 我们是把死鱼变活的 而不是把活鱼变死的 那除了这之外 我个人曾经踏鱼过的最大的鱼 那早期会找我做踏鱼的人 大部分都是钓鱼的朋友 那它钓到鱼几乎都是破纪录的 所以我做过的鱼最大鱼超过三公尺 包括最重的鱼超过两百五十台鲸 是什么鱼 这个大石斑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叫什么石斑 跪鱼 跪鱼 龙胆石斑 对对对 那做过像大旗鱼 这个大旗鱼也蛮有趣的 这是非常大的鱼 它是从恒春钓到 然后大吉普车送到台北来 那因为没有这个空间 结果钓到钓子 它就把他们家的客厅沙巴都扛到院子里面 我就在他们家地上就把这个踏鱼完成 刚才有提到一个最重的 两百多斤的 那个鱼龙胆石斑平躺在地上 肚子就跟我们一般的桌子 75公分高一样 你可以想象 那就像一个皮球一样 那是很难踏的 那在踏鱼的过程也蛮有趣 就是我曾经请过它用起重机把它撑高 那我觉得这样可能我不必蹲下来 不会这么辛苦 它会来踏的时候我才发现 那也不对 因为我看不到对面 所以我必须在垫高 要爬上去 那还不如我再把它降下来 最后还是在地上把它完成 那坐过最小的鱼 大概有三公分 那我曾经在平邻的茶叶博物馆 展示过北四溪 我们台湾原生种的鱼类 所以包括像西哥高干嘛 苦花鱼 包括石冰 这方面都是我们在表现的各种的鱼类 所以最大的超过三公尺 最小的三公分左右 最小的鱼是什么鱼 最小的是一种叫做恰绳 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这个俗名我还真的不晓得是什么而已 没关系 它是一个很小的鱼 那嘴巴非常的小 那就是基于我没有它过 我就想要去尝试去踏它 那大鱼跟小鱼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只是体积上的大小而已 所以你大的鱼 你要用笔刷去涂颜色 那你小的鱼 你要用很细的笔去描绘颜色 我觉得工具之间的不同 还有你时间的掌握 这方面的不一样 袁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生 之前他跟一般的艺术家一样 可能就是从事商业美术方面的广告设计 然后他有可能因为自己的喜好 进入一些调剧 然后他又把他这些美术上的观念 加上了我们中国 他特别有强调传统来的 从诗经开始就有的一些踏印的观念 把它变成了记录这个鱼的一种工具 然后他又加上他自己的天分 还是有天分 然后你的艺术性 就把这个一个记录的结果开始变成更升华到 还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的过程 甚至有不同的意境 但是讲到这边为止 我忽然想到说 台湾海洋要往前走 他可能在艺术方面 他有非常大的无尽的空间 那对本身这个鱼踏这个部分 他有没有一些新的更大的 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空间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你也帮我们挤一点出来 目前其实钓鱼朋友在做鱼踏的人数相对的 也因为我们的努力的推广 那已经比较普及 所以在各地都可以看到 许多钓鱼朋友在做这方面的记录行为 可是相反的 从事像这种艺术创作类的这种鱼踏艺术 在台湾确实比较少见 那在日本有很多不同的鱼踏的门派 那每一个人的做法都不尽相同 有的人是专攻直接的他营 有人是专攻间接的他营 那到目前台湾为止 也还没有人去整理这方面的流派的问题 那我自己个人也还没有单独教授学生 我都是公开性的那种活动团体 才有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课程教学 那所以我期待我们台湾未来 也能够有这样的不同的流派的团体 可以做这方面的记忆上的交流 那当然我自己也希望在鱼踏艺术的创作 能够有更大的一些突破 至于怎么踏法细节 可能我不太方便在这边公布 但是我的作品 每一个阶段性的创作 总是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 那所以除了这个之外 我也期待未来我们有所谓的 与他的协会或是学会 或是能够顺利的赶快的去完成 我们台湾本土化的这一本 与他遗书的这个书籍 然后能够有注意 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 未来在演习的过程当中 可以来做观摩参考之用 这个可能甚至有机会变成一个 以渔文化为轴的文创产业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 更进一步的产业化的想法 或者甚至有一些作为 在目前监狱他们教化课 不止一次他都提到说 希望我们能够所谓的建教合作 把他们未来学生出狱以后 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就业机会 那是不是跟与他艺术还是有相关的 那我举个例子 曾经有一位更生人 他出狱了之后 他接受我的意见 他做了几张的作品 然后在基隆地区的调剧店 然后去介绍他的作品 然后告诉他说 未来我可以帮你代工 然后成为他生活戏能的一部分 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在目前的乐龄的教学 那都会偏重在技巧之外 我们会试着融入 比如说不同的文创产品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也在课程当中 包括有比如说灯罩 然后我们没有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 就是在灯罩里面 然后没有抄袭 每一个人要创造出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那他慢慢的他有一个延伸 比如说我们过去也做过像扑克牌 T恤 手帕 环保袋 这个靠电 还有很多的这个文创产品的这个东西的产生 那也因为这样 那我觉得他们学生觉得这个在太阳过程的课程里面 是很富这个挑战性跟变化的 所以变成是他们非常喜好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主要原因 严老师他其实有他自己的事业 他其实是一个叫做山水局空间设计的一个公司的董事 他曾经也是国际青商会中华民国总会参议会的议长 包括他的夫人都是参议会的议长 是现在唯一的一对夫妻都当议长的 还好不是真正的在你们立法院不然就会有人抗议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他在最后结尾之前帮我们讲一讲 他的人生跟他的嗜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下并存的或者去融合在一起的 我的个性过去其实是非常保守的 那军中服役之后我觉得我必须做些改变 所以我很积极的参加国际社团 一开始我是参加青商会 然后后来担任的阳明山青商会1988的会长 那在慢慢的延伸青商会里面有一个叫做参议会 就是JCI班的一个荣贤 那这个会员到目前大概有2000人左右 那我跟我的夫人都曾经担任过这个参议会的议长 所以刚才我们房教授也提到 我是目前台湾唯一的一对的议长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我又参加夫人社 那也曾经在2009年10年的时候 担任过台北新生夫人社的社长 那最大的改变是人际关系的拓展 那尤其是我在也担任过中华民国 第28届十大杰出青年的选拔 那担任那个总干事 所以目前为止我很肯定就是我参加这些社团 给我带来一些人际关系的改变 那除了这些以外也让我累积更多人不同的生活经验 跟一些专业的知识 那我现在很多人以为我早就退休了 好像我只是在做鱼塔 其实不然 我也很喜欢拍照 所以经常游山玩水在我的LV 在我的部落格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其实我只是时间管理应用的还不错 所以并没有完全的退休 所以我觉得从国际社团的参与到人际关系的改变 包括自己兴趣的培养 我把它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还蛮享受于在这一块 所以原老师告诉我们 你的嗜好 你的专场 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生活 还有我们的海洋 其实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鱼塔大师 袁尚文 袁老师 袁博士 袁议长的出席 那不是征修科技大学的方立行 欢迎您下一次再收听 收看我们的海洋之窗 台湾海洋向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